Hello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想要投资,没有投资账号是行不通的 一艘broker美国券商,发现十好几种 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各说各的好实在难挑 这期君就讲一讲美国主流券商的红与黑 哪个更适合你,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不卖关子,屏幕上的这些就是美国最强劲的一些主流券商 或许你已经看到了你偏爱的那一个 接下来君将使用对比法,把他们的特点指出来 根据这些特点,大家可以找出最适合你的那一家 首先这两个,Wealthfront和Betterman是以RoboAdvisor出名的 如果你对投资完全不相关 觉得AI人工智能托管帮你交易还不错 就可以选择这两家 好处是年费低,门槛低 而且不但有brokerage,还有IRA账户 他们两家的操作界面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坏处是你没有办法自己选股 因为机器都已经帮你选好了 其实其他家也有智能固头这个选择 比如这些 君君把智能固头服务所需的年费和门槛放上了 供大家选择 因为Betterman和Wealthfront是专精做智能固头的 所以他们相比其他家还是更有优势的 留下的这些就全部都是无手续费 无开户门槛,全公平竞争了 但这两个,Mero和Vanguard 君君先帮大家划掉了 Mero Edge是BOA旗下的,很多人知道 而且觉得跟银行开户肯定靠谱 所以就选择了它 但其实只有在BOA是高级一些的客户才会有一点点优势 可以多一些商店折扣啊 Savings Account给高一丢丢利息啊 车贷房贷的利息或者费用可以降一丢丢了 如果不是为这些,那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Mero并没有很多可以交易的投资 这也列出来 其他公司能交易的投资差距就很明显了 然后是Vanguard 很多人都听说他们家的ETF和Mutual Fund 因为他就是以这个文明了 全美国大部分人的退休金 都投在他们家管理的这些基金里面了 但是呢 他们家的基金在别的选商平台也基本都能买得到 所以没必要非要跟他开户 而且他们家和Mero一样 可交易的投资种类比较少 不但如此 买基金门槛必须以千为单位 而买Options期权的手续费还高 但它有一个好处 如果账号内超过一百万 每年25比7全可以免手续费 如果超过500万 每年100比7全可以免手续费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顿时又来兴趣了 接下来讲Elly Invest和Robinhood 能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 跟剩下的比 这两个是比较年轻的公司 Elly的好处是 它比Robinhood能开的账号更多 而Robinhood只能开一个brokerage 而且Elly能交易的投资更多 以及研究和数据也会更多一些 但如果你让君选择 君宁宁选Robinhood也不会选Elly 因为Elly Invest高不成低不就 它的好不如剩下那些行业大佬好的全面 说到Robinhood 它专精的就是新手投资和易操作 在手机APP这方面 用户体验极棒 它如果排名第二 没人敢说自己排名第一 然后Robinhood主打手续费全面 如果不是它的出现 现在券商行业不会通通效仿 在去年年末实行免手续费 但是整个行业免得还不够彻底 比如Robinhood是唯一一个options 期权也免手续费的 而且它总能报给你一个又一个的小惊喜 先是可以交易数字货币 比特币之类的 还是零手续费 然后是Fractional Shares 很多人觉得Amazon太贵了 一个三千多买不起买不起 但现在你可以不用买整的一股 而是低至一美元买Amazon 如果你花100买Amazon 那就是买了0.033股 当Amazon涨了50% 那么你的100美金也是涨了50% 所以你再也不会嫌好工资太贵了 然后它又推出了 可以让账户里闲置的cash 拿年利率0.3的利息 给大家对比一下 现在Chase Savings Account利息是0.01% Ali1%的利息高到可以排全美排名前三 均匀为了随着可以下手自己喜欢的投资 习惯账号里保持有10%到15%的现金 知道现金躺在那里还有利息可以拿 总比银行好就会很安心 最后Robinhood最近又推出了 可以在某个股票或EDF下面设置自动订投 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Robinhood的坏处就是没有什么数据和报告 但好处呢就是把投资变得很简单 会让人真的爱上投资 不说了说多箱广告 新动在Robinhood开货的小伙伴 用简介里面的链接可以免费随机获得一枚股票 剩下的这些就是真的主流全能型全商了 丰富的研究和数据强大的平台功能 选哪个都不会错的 但是军军还是会介绍一下他们的特点 首先虽然他们能交易的投资对普通人都是够用的 但是TD Ameritrade还是因为种类多而胜出了 大多投资者可能觉得投资options期权就够刺激了 但是TD还有投资Futures期货和Forexchange外汇 TD他还有一个出名的东西叫Thinkorswim 是一个电脑端的看盘软件 这里科普一下 卖股票主要研究两个东西 一个是Fundamental Analysis 基本层面 从公司本身在做啥 报表怎样 前景怎样 看公司是否值得买 第二个是Technical Analysis 从技术层面看线 分析何时该买何时该卖 有的人只用其中一种方法 有人两种方法一起用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没有绝对的对错 所以喜欢或者想学习看线的小伙伴 不要错过TD 另外TD是唯一一个可以将网站设置为中文的 而且有中文客服 但有一点小伙伴要注意 TD于去年年末被Charles Swab收购 预计2020年末会完成收购 不知Swab会想就这样分开呢 还是合并平台 届时可能会影响一点用户体验 其实这四家有一个功能完整 所以操作界面会相对复杂 不会像Robinhood那么简洁易懂 对于新手 申请账号过后可能会望着界面不知所措 该按哪里都不知道 这也是正常的 作为大神福音的Think or Swim 更是小白噩梦一样的存在 但是相比之下 Etrade和Fidelity 界面会比剩下两个好一些 均用过Fidelity和TD Fidelity的界面比TD更友好 而且有个功能本人很喜欢 它的watch list 可以按照当日涨跌幅度列出来 而且还做出了色卡 一目了然 有一种你把喜欢的商品放进购物车 然后某天一打开发现 刚好有些在吐血打折 还帮你一秒钟指出哪个折扣力度最大 让你先下单 你说你开不开心 最后均用发现很多小伙伴 喜欢去均用的网站 看美股推荐和经济数据 其实这四家也会推出各种研究报告 而且大多是不用开户 也能以游客身份浏览的 希望以上这些红与黑 可以让大家选出自己心仪的券章 最后均用来解答三个常见的问题 问题一 券章只能选一家吗 不是 比如均均在Robinhood有Brokerage Fidelity和TD都有IRA 还有另外一个券章平台的账号 所以根本不收钱 二 券章是不是选银行更靠谱 不是 只有你在某某银行已经是客户 而且在那里开户有更好的福利 才值得与银行开户 否则还是选择上面均均推荐的券章更好 因为当银行会券章倒闭 无论是银行还是券章 你的投资都是SIPC Insured 50万的保证 存款是FDIC Insured 有25万的保证 以上的保证金都是可以追过来的 这是行业标准 大家都一样靠谱 只是券章更专精投资交易方面 这方面的用户体验当然更好 三 开户是立马就要开始投资吗 不是 完全存一片 而且里面可以存放现金 并不是要立即花掉 因此均均建议大家开户之后趁热打铁 一定要往里面存入现金 不然这个账号也是废的 因为拖延症的你可能200年后才想起来要开始投资 另外 一般存钱还需要好几天才能完全进涨 所以决定好要买什么之后才存钱 大几率会让你错失心仪的股价 希望看完视频的你 又进一步了解了哪家券商更适合你 你不用纠结现在是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你只需要知道 投资这件事 无论是从经验角度 还是美股历史收益角度 开始的早 永远比晚要好 所以勇敢的去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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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